一人无缝与台湾防盲基金会合作 一起到偏乡推广如何护眼 而当初会让无缝愿意参与 就是因为家里有了两个孩子 我女儿现在五岁 五岁出生到现在五年 除了我跟我的妹妹 她的姑姑聊天之外 我没有给她玩手机的 完全没有 根据WHO统计 全球有22亿视觉障碍人口 其中10亿是可以预防 或是没有被治愈 台湾也有23个偏远乡镇 缺乏医疗资源 让护眼知识无法被传递 护眼讲座包含让大家用VR 体验眼疾的世界 也鼓励每天户外运动两小时 不让视力有机会模糊 大家是有期精选 李建宽 台北报导 展环市长的男人